算了那好那我这边也又来个活好了啊 晚上回家算账啊 好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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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败家玩意 到年根底下活赶堆了 机会啊 来啊 王航老板人全部到齐了 到齐了 开个临时小会 今天我们接到一个大伙 要炒作一个公司 今天这个公司呢 大成长 怎么能遇见你呢 一看着我脏经济怎么不高兴啊 来来来我想哭 来来来 我告诉你大成长 我就是你的贵人 炒作公司的电话 这是我给你拿的 公司是你的 对啊 抱歉 干不了你这活 为啥呀 去年就因为干你这一个活 我走了一年被子 加上我家门上贴那俩门绳 现在都不站岗 好了 去年是去年 今天是今年 为了表示一件诚意 我今天先给你钱 你先给钱 你说先给钱呢 那我可以再冒一把钱呢 你这话说的 我跟你合作 我还冒险呢 你有啥可冒险呢 我有啥可冒险呢 你看你这些人能行吗 你也拉扫了还 不行 落点正事 我现在啊 开了一家公司 一年来的呢 他始终就不火 我就想啊 让你给我炒作一下 你看那几人能行吗 别说你个公司 前两天我一个哥们给我打电话 说伯克不火 让我帮炒一下 我上他那张一看 他写的是 我和几个哥们 晚上坐在床上打扑克 这能火吗 我加了一个标题 火了 咋家的呀 那一夜 三个男人上了我的床 早晚就找对人的 有才 来来来来 这个老规矩 谈谈价 价呢 今年的价 跟去年可不一样了 涨了 你不炒作公司吗 看你想火到什么程度 这有个表 网友骂一千 专家骂两千 消费者骂三千 电视台骂五千 工商局查封一万 公司破产 负债累累一万五 烦了 你这全成烦了 我这意思像你啊 把我的公司 我火了炒 你这么炒 这话不得关门吗 你对这个炒作呀 一点概念都没有 想要公司火 就得有人骂 骂的人越多 公司就越火 那你说 就我这种情况 得多少钱呢 我给你 你拿200块钱就行 你拿200块钱就行了 你拿200块钱就行了 行 我这什么 我拿250就行 你听啊 这有头呢 好好好 能不能等我好消息 听老板 听老板 咱俩算是第二次合作 也算是朋友了 对 我呢 给你打个八折 5000 行 少3000不能干 好 这钱也行 说话说话 先给钱 先给钱 付了付了啊 钱到手了啊 你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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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呢 上了个事 能不能给我调到调到岗位 你先钱少吗 不是钱少的事 我这体格呀 老振造 够这样子 这体格挺 哎呀 你这是拿我 我再给你加100 哎 干啥呀 干啥给他加100 你再给他加100呀 你再烟火干啥呀 给我加点钱 你们不愿意呀 不愿意 就冲你们这么说话 熟个人 大也都不能忍 那不然咱们就换换岗位 为什么 你先忙 你来吗 来 还是我来呀 我问一下 他这个是什么岗位呀 他的岗位比较特殊 一会儿我单独给你介绍 咱们先介绍一下 炒作的流程 还有流程 这可正规了 嗯 流程呢 分为三步 一推 二骂 三揭露 嗯 先给你呢 制造负面新闻 然后找一帮人骂你 最后找一个人出来辟谣 把形象担回来 你就火了 那还等啥呀 赶紧炒吧 开始 来 来 哎 得干啥呢 等会儿来 这干啥呢 这怎么还要录像呀 你瞄准点好不好 我跟你说啊 炒作的视频和图片呢 是最有可信性的 啊 二一个我们公司也是刚刚成立 做一个内部参考资料 将来再炒作啥的 能有个经验啥的 呃 我问一下你那个公司是干什么的 啊 那个生产鞋垫 生产鞋垫 对那个什么 来 那个 产品 我都给你拿来了 现成 哦 我先给这个鞋垫找一个形象代言人 我看谁适合呢 来 阿蕾 对 对 他 他呀 你干啥呀 他呀 你这活应该我干 你咋老挑离呢 人家这脸长得好 你看看 人家正好一副鞋垫的 你看 各哪边都行 你看 你看 看脸是什么 别 什么的发型啊 想想代言词 来 视频 视频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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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开机了吗 对 啊 运动好情绪 开始 电什么鞋垫 长什么脸 电了十里箱牌鞋垫 右脚不要脸 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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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楼上 太阳了 这陈人啊 这么要 失望 这硬啥呀 大理石的硬度还没跟你往上上呢 是啊 炒作正式开始 嗯 谁是负责负面新闻的呢 我 鸭蛋 嗯 别让我失望好不好 打好头一炮 放心 你那情绪 走 你好 你干啥呢 有理想理呗 打人家干啥呀 还上去 啪啪个嘴巴 我在这儿呢 这儿呢 你这干啥呀 是 你先别着急 肯定有原因 胖牙你告诉我 你因为啥打人家 哎呀 他给露歪了 我给露正的过来 就是 好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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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鸭蛋你因为啥打人家呢 我因为啥 你问问他 损不损呢 啊 你拿纸盒做鞋垫 俺家用这个鞋垫 你知道都得蓝花言了 你拉倒吧 你鞋垫的蓝花言 有什么关系玩意 拔的呗 对 这孩子吧 身体太弱 前两天喝牛奶 喝出六个圣结石 人家的 拔倒了 行 那个 斐盆主 是 真实一点 张总 我就想要你一句话 这个孩子 生还是不生 你生不生孩子 跟我什么 大厂的 你这跟我有啥关系呢 是这 你问谁呢 你的鞋垫是假的 你的感情 也是假的 打倒吧 你是打个打 我知道 这绯闻做 绯闻做 视频做 上 上 朋友们 你们刚才看到的画面 就是我在鞋垫工厂 按法的一组镜头 现在正是工人下班的时候 我随便找一个工人 和他聊聊 不是 干什么呢 我今天没带工人来呀 炒作 我们这团里什么都有 不用你的人 我亲这出马 干啥呀你 你好 你好 下班了哈 下班了 你们这鞋垫厂厂一天能生产多少户鞋垫啊 你问啥 能生产多少户鞋垫 一天呐 一天说不好 一个小时六七万户吧 那你们为什么要用纸盒的做鞋垫 纸盒造价低 你是这厂子的吗 没事别来我们出去 方伟伟 为了安全起见 我们决定离开了工厂 相信消费者心中 已经有了答案 你以前是不是当过记者呀 当啥记者 他让记者暗访过 你说还学这么像呢 小的声 过去这是个大老板的大买卖 就因为让记者暗访以后做病了 买卖赔了 你看眼神都直着吗 走哪都这几句话 朋友们 你们刚才看到的画面 就是我在工厂内部暗访的一个镜头 回家给你 下手说回 你这手都打 走 走 走 回家吃药啊 吃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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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我我们工作也差不多了 现在也不少人骂你了 咱们撤吧 来 来 等会等会等会 不能走不能走来 绝对不能走 你会不能走 吃饭你 咋咋事 活没干完 你走什么呢 怎么没干完呢 怎么上干完了呢 现在 我跟你说 你现在老火了 你上网看看 现在网上多少人骂你 这活怎么没干完 你看 你的点击率老高了 现在都 不是你骂我 这点击率高了 你把我形象整没了 你把我形象搬回来 我钱都给你了 你给我的钱是 骂你炒作的钱 搬回形象的钱 你 你没给我呀 行象 我给钱 多钱 一万 多少 解采 我认栽了行吗 我看着你 我认栽了 一万就一万 还能怎么呢 东西赏钱 一千 一万 你过去 把我形象给我搬回来 但形象 也不那么容易 得找一个替罪羊 整不好 这人还得挨打呢 还得挨打 这么多人买了假鞋店 不能招人恨哪 叫人恨就得挨打 对 我看谁这个是T对刚 你们准备一下 来 我刚才看到的画面 就是 谁是那个T对羊啊 就是陛下 你就是那个挨打那个 你这体格能行吗 还能行 我跟你练练一下 行了 行了 请 预计情绪 预备 让 天啊 天啊 老板 等这活完事 给我多上点保险行不 我再跟你整个提点行呢 好好干这个活啊 拜托了 朋友啊 你们好好过年吧 开始 哎呀 哎呀 那老板子啊 哎呀 都是我的错呀 我不用男性女的商标做假鞋店啊 那些 听到吗 做假鞋店是最小的 造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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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我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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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一条活性 留一条活性 谁打我一眼炮啊 行 行 造手吧 行 行 谁打我一眼炮啊 这个 喂 李警官吗 啊对 我是张经纪 啊 哎 他们都在 啊 我把他们给你送回去 你们已经过来了 那好 那好 等你 赵哥呀 赵哥 我都愿意打这造型了 还来人呢 对呀 还有不少人要来呢 完了 这年少过不去了 不是 我跟你说 来个不是打你的 是找他们的 这你给我联系活了 这回是炒作哪公司 哎呀 这公司可大 公安局 公安局可不能炒 哪个公安局 大藏着 来说你知趣啊 我告诉你们 你们这有活人啊 你们是